我認為香港的人權在不斷衰落 現時的民主權情況 是比起危險或是一種危險 黑黑的民主權 民主黨的民主黨不停地 我們的法律、法律、自由、法律、法律、法律 法律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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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律 我吃著一支麥 大家看到了我吃著一支麥 我吃著你生意 我們希望取責政策 我們想要是主權的 啊就是我們自己收取 這幾個月我們看到警察的濫捕 他們用警罖來打我們的示威者 他們用腳打我們的示威者頭 甚至好像8月11日 有一個女兒被警察用暴彈射中了眼 我覺得香港就需要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來調查警察是否濫捕 從而可以挽回我們在以前香港 有的人權的狀況 有兩句話可以描述 我認為是《MASS MURDER》 因為他身處於死亡 很多人的狀況 在接觸的狀況 和對抗疫情的控制制 今天是在公司的公司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